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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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我Donald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芒果布丁 我們看看什麼材料 如果各位網友沒有外文芒果 可以用其他芒果去代替 也可以 看看怎樣做 首先把兩包芒果的啫喱粉 放入一個大碗 再加入糖,20克 如果各位網友想吃甜點的話 可以加到40克 再加入10克的魚膠粉 將三樣東西拌勻 攪拌均勻 是令魚膠粉容易溶 攪拌均勻 就可以將熱水分4次 每次100毫升 然後用一條匙巾攪拌均勻 攪拌到糖開始溶到 再加入第二次熱水 攪拌到所有的 啫喱粉、糖和魚膠粉都溶完 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來處理芒果 先把芒果去皮 先把芒果去皮 放在另一個碗裡備用 先把芒果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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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芒果切好 切好 可以放在玻璃碟裡備用 把芒果切碎的芒果肉 用攪拌機打破 如果各位網友 想方便一點 可以在街上買些 現成的芒果肉 去代替這個芒果肉 打好芒果肉 我們可以放在 啫喱水上 攪拌均勻 把芒果切好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為了吃的時候,口感更好 我們會加入一盒小的雪糕 雪糕溶完再攪拌均勻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所有東西都準備好 各位網友就可以拿來吃甜品的碗 首先我們把椰果粒和芒果粒放在一個杯子裡 如果各位網友不喜歡吃椰果 可以 skip這部分 再倒入我們剛才已經做好的布甸水 倒到大約九成滿就可以了 其實用普通的食物盒做芒果布甸也可以 而且做出來的效果也很好 一樣我們把芒果粒和椰果加進去 再把剛才的布甸汁加進去 倒到九成滿就可以了 做好了,我們就放在冰箱裡 大約冰箱三至六個小時 我們都冰了六個小時 拿出來看看 如果各位網友看到它不是水狀 已經瘋了 這個芒果布甸就完成了 最後可以把芒果粒放在表面上 做裝飾 看看食物盒的做得如何 是成功的 我們就可以把芒果粒放在表面上 最後再加一點花奶在表面 我們這個芒果布甸就可以吃了 我們還有其他的食譜分享 你還不快點按上面的連結看看 就到這裡,多謝您收睇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下一個小鈴鐺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新影片的通知 記得按讚和訂閱